新年一开始许多社团公庙发挥大爱 踊跃任养花莲市的路灯 包括盛天宫、社会公益联盟以及温情姐妹会 连续多年都热情捐款任养路灯 而社长魏佳燕也特别颁发感谢壮 恳请各界能够慷慨任养路灯 照亮花莲市的每一个角落 新年一开始许多社团公庙发挥大爱精神 踊跃任养花莲市的路灯 包括了盛天宫、社会公益联盟 还有温情姐妹会 连续多年都热情捐款任养路灯 我们都是每年例行性的 说实在我们庙宇方面的金钱财产方面都是来自四方 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也是为我们的社会服务 我们最主要的宗旨也是点这个路灯 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然后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快乐 就是奉献一些我们在做公益嘛 就是奉献一些帮事工手 消化一些多余的路灯的会用 我现在是第二次了 希望我下面的理事长也会继续任养 这个坚路灯 跟我们一般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做光明灯 一样的很有意义 那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 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个是小钱 炮砖引益 希望大家都一起来 让花蓮市 每天都会非常的 晚上不要太暗 都非常的光明 那大家都身体健康 那个市民都非常的幸福 市长魏家彦亲自接待 也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这么多的社团 公庙连续多年来的支持 2024年开春 那真的很开心 我们已经有三个 我们企业社团等等 然后来任养我们的路灯了 那其实也很谢谢我们这三个单位 第一个是我们的盛天工 我们赖源主委 那还有我们花蓮县社会公益联盟 我们的株联村主委 还有今天的温情姐妹会 然后与我们中文清 前花蓮县政府的秘书长 带队来捐路灯 那我想这三个单位 其实已经捐了非常多年的路灯了 那也期盼 我们希望在这阵子后 能够募集更多的路灯的一个费用 那也谢谢我们这三个单位 那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我们企业 或是社团 或是个人都可以来捐赠 那只要跟我们财政客 这边做一个捐赠 那我们我想 我们总共有八千九百多盏的一个路灯 那总共费用要到两千多万 所以真的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 想要做公益 那另类的公益 我想这是特别的一个方式 也谢谢今天再次的感谢 三个团体的一个捐赠 花莲市的路灯有八千多盏 一盏一年任养费是一千块钱 施工所欢迎社团企业和善心民众可以踊跃来任养 介统会患事报道